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可能影响到欧洲的安全 为了实现碳中和 未来30年新的一代需要做出严肃的决定发展和投资 这就是共和国总统阿德尔·亚诺斯在位于布达凯西的 欧托卡普罗哈斯卡天主教高中举办的气候保护课程中所说的内容 阿德尔·亚诺斯强调 薛压力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但这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森林的面积 他补充说 自1990年以来 薛压力碳排放下降了32% 但每年仍有6400至65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 薛压力的森林甚至无法抵消其10% 薛压力首个动物保护手则已经诞生 除了发起的兽医大学外 该文件还有国家警察总部 薛压力兽医协会和布达佩斯动物职务员等 14个其他组织在世界动物日签署 部长及专员欧瓦迪·比德表示 政府将动物保护视为优先事项 他补充说 他们的目标是让薛压力在5年内走在欧洲动物保护的前沿 匈政府以针对电动自行车的折扣采购发起了另一次政府补助 国家支持的最高金额取决于自行车的类型 可以是9万福林或15万福林 但上限是正常购买价格的一半 本次补助主要针对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士 如果能得到电力援助 他们将轻松许多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压力国家的日台提醒您注意 集中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